Hello,大家好,我是莫串老周 那今天来说一下这个阿里巴巴股票下跌的事情 这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5月3号,那个央视网发了一条消息说 这个杭州国家安全局依法对勾结境外反华敌对势力 涉嫌从事煽动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马某 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目前此案正在深入调查中 那么这条消息发了之后呢 当天在香港上市的阿里巴巴股票开盘之后就迅速下跌 一度重挫超过了9% 这是什么事情? 这个事情现在已经证明了是一个乌龙 就是说这里面的这个马某并不是马云 但是这个外界股市的这种反应 证明了几个很重要的道理 第一个道理是什么? 就是人们认为马云是随时会被打压的 他会被单局拿下的 这是人们心里失踪有这么一个预期在这里 或者说有这么一种担心在这里 所以这个信息一发出来 能不能看到这个马字立刻就害怕了 就抛售这个阿里巴巴的股票 那么就导致这个股票下挫 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人们是相信 或者说人们心里有这么一种预期 觉得这个马云是有可能去从事煽动分裂国家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 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消息里面披露的这个马某某的罪名 那么人们是认为马云有可能做这些事情的 所以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联想到了马云 那我觉得马云 你如果看到了我的这个视频 听懂这里面的道理 你是不是应该响应一下公众的这种预期呢? 不要让大家失望 第三呢 我想跟大家说 近几年来呢 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都基本上遭到了习近平当局的这个严厉的打击 特别是这些上规模的 那么动不动就被上面找理由罚款 然后很多创始人都被迫 辞去了这个在公司的职务 据说有一些股权都已经被 这个国家以各种方式给拿走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深刻的道理 什么道理呢? 就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 你们通过改革开放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 你们有了一定的经济上的实力之后 如果你们不懂得去建立自己在政治 政权上的这种发言权和力量的话 而是仅仅想着要去依附这些现有的政治体系里的这些官员 甚至这些高层 那你们是遭不保息的 就是说你们一定不会长久的 那像马云就是典型的例子 他勾结了那么多的红二代 包括他的这个蚂蚁金服里面的股权 很多都是半送半卖的 给了一些特权家族 包括他的阿里巴巴本身 背后的股权关系都非常复杂 跟很多很多的上层人物都有牵连 但是依然遭到了习近平的打击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因为中共的内部也是不停的在进行权力上的斗争和清洗 那么有的时候这个派系起来 有的时候那个派系起来 那你如果投靠的那个派系 正好现在处在一个衰落的这么一个情况下面 那么你就会遭到新兴派系的这个清洗 因为你并没有给新兴的派系太多的好处 那么你作为老的派系的那个一些附庸 自然就会成为新兴派系打压和清洗的对象 那么所以马云呢 就是因为他依附的这个江泽民这个派系呢 现在在走下坡路 在权力斗争中啊 不如习近平了嘛 那么就遭到了习近平的收割 马云本人现在也是 这个被一脚踹下了神堂 从这个张业教父的这种形象 这个一脚被踢下来了 现在呢 已经基本上在互联网上已经销声匿迹了 也不知道他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那么比马云更惨的是什么人呢 就是那些不想依附空洞 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啊 使杠去开创一方这个事业 然后还想反馈社会啊 有良心的这些企业家 那么这些企业家呢 更容易成为这个权贵们的清洗的对象 最典型代表就是这个孙道武 那么我们知道啊 现在孙道武全家都已经被这个抓进去了啊 几十口人啊 基本上就是用网络上的话来说是灭门嘛 然后他的整个集团啊 大概有100亿左右的资产啊 现在都面临的被拆解刮分啊 那么这些资产最后落到谁家里呢 我想大头应该是归习吧 剩下来的就是 现在跟着习混的这些人 包括地方上的啊 这些虾兵蟹将啊 分一分啊 那么大武集团从此就淡然无存了 那么孙道武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 没有依附权贵的这么一个 有良心的企业家 他的下场只会比马云更惨 所以我再次激醒一下 国内的企业家啊 能出国的就赶紧出国吧 如果不能出国呢 那就想办法啊 从长机翼 千万不要想着去依附中共 中共跟你们呢 是镰刀和韭菜的关系啊 你再怎么依附 也躲不过最终被收割的命运啊 你们必须好好地思考这个问题啊 要团结起来 直到你们在中国的政治上 拥有了自己的发言权 你靠依附 靠收买 这个中共体制内部的高层 不是出路啊 不是一个真正的出路 你一定要自己有在中国的体制内部 有自己的这个 这个力量才行 那么有兴趣就这方面进行交流的朋友呢 欢迎跟我联系啊 我的邮箱在这个视频下方的描述区里面可以找到 谢谢观看 我们再见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